清明假期即将到来,旅游市场迎来新一轮热潮,记者从多家在线旅游平台获悉,2024清明假期游客出游热情高涨,部分平台相关订单实现翻倍增长,一家人出门赏花踏青成为热门选择。 清明假期正值踏青赏花的好世界,在众多赏花热门目的当中,扬州、新化、物园、无锡、武汉、伊利等地受到了更多游客及摄影爱好者的青睐。 清子游主题的出游人次在清明假期出游用户中的占比接近一半,祖孙三代童游的家庭游在清子游用户中愈发常见,成为时下热门的出游类型。 截至目前预定清明节赏花游景区的订单同比上涨超6倍。 近期,烟花湾、东湖樱花园、源头主、武汉大学千多景区沿城荷兰花海的搜索量翻倍增长。 在境内一众热门目的地中,近期因麻辣烫走红泉网的甘肃省天水市有望将热度延续至清明节小长假。 数据显示,今年清明节假期,天水市旅游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增长长21倍,其中00后游客最多占比近一半。 自2月26号以来,天水酒店的搜索量波动上升,3月份入住甘肃天水酒店的预定量同比增长5成,平均支付价格177元,与去年持平。 今年有不少北京、上海、山东、山西还有河南等省份的旅客前往。 由于清明小长假时间较短,一些年轻消费者通过拼价的方式获得更充裕的旅行时间,让出境游市场持续升温。 此外,清明也是返乡季嫂与亲人团聚的节日,随着入境政策放宽和国际航班恢复,不少华人旅客选择在清明节返乡季族旅游。 人数据显示,小长假入境游订单量同比去年增长153%,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货荣、瑞士、匈牙利、奥地利等新免签六国入境游订单同比增长359%。 已经有不少旅客规划了请三休吧的出境游,此时正值日本韩国的樱花祭,像日本的金泽、熊本、长野、韩国的光州、泉州、仁川等小众赏应目的地,也有旅客提前预定了赏应酒店。 此外,像希腊的雅典、意大利米兰、还有瑞士的苏利市、法国巴黎等目的地的搜索量环比,上周增长了五成以上,得到了长线游游客的青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